14日晚 霍尊发文告别演艺工作后 前女友陈璐也发文回应 陈璐称两人一起出去约会吃饭 都是自己在付钱 光是送给霍尊的一只手表 就将近十万 反击霍尊所谓的给零花钱一事 对于霍尊提到的58万赔款 陈璐做出回应 说到了58万没有错 转头要送我去监狱 因为你的律师是这样告知我的 58万量行刚好够送我进去做十年牢 还反问 不知道是我对友好协商四个字有奇异 还是你有奇异 他写道 人后 我对他从来没有过热恋和激情 人前 他是我记忆里浪漫充满幻想的脸 人后 私人影院人体大和谐 人前 我这辈子只有他一个女人 最后陈璐表示 这件事情已经占用了大家太多时间 我也想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但是不在沉默中爆发 便是在沉默中死亡 他已经是在沉默中了 你还没想到这些人 是在沉默中死亡 他就在沉默中死亡 我们有奇妙吗 就是在沉默中死亡 有奇妙吗 有奇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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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